大家好,首先要跟大家說一聲聖誕快樂 雖然這條影片一定在聖誕節才上載 因為我自己覺得聖誕節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我也希望可以開開心團團圓圓地跟我家人最喜歡的朋友來見面 所以沒有想著拍片 但是有一點東西很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跟你們說完這一堆東西之後 我就會馬上將它循環再用 講的是 subject 裡面所說的一些空停機 也就是說我最近用完的產品 那究竟我用完之後覺得會不會再買 或者是否推介給大家呢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我們馬上去片吧 先說一下頭髮護理的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頭髮相對比較幼 而且很薄的 很多時候去到中午的時候就會黏一次 所以我也挺依賴Dry Shampoo 我以前也有跟大家推介過 我也自己用完了這支Baptiste Baptiste的Dry Shampoo 其實現在都越來越容易買得到 無論是Watsons、曼尼亞都會看到它的中型 有時還會有不同的香味 我這次用完的這一支叫做Duck & Deep Brown 它是噴出來啡色的 所以看上去就不會有時噴Dry Shampoo 會白色一堆 也挺好用的 但我最近有一個新的發現 而且我會再推介一點的 就是這個Dulf的Dry Shampoo 但它比較難找一點 我每次都要去到兆曼中心的格仔店 來找它的蹤影 但為什麼我會喜歡它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給我更多的volume 令到我的髮質或發炎會蓬鬆很多 髮量會看上去更多 再有就是它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Baptiste有時它的香味會太近 而且比較假 人工一點 所以有時噴得太多 我都會逐親會咳 但Dulf的這隻香味相對地會覺得舒服一點 而且加上它的效果也會蓬鬆一點 所以我就會推介Dulf的這隻 接著就講一下洗頭水 同樣地因為我自己的頭髮比較薄 很想有些令到我看上去 頭髮多一點、蓬鬆一點的效果 所以我都會四周找不同的洗髮或護髮產品 那我最近用完的就是Wawa的這隻 叫做Volumeless Shampoo 那就是一個我在Joyce Beauty買的 那價錢也不便宜的 差不多 我記得二百多元一至 那說的是只有多少ml呢 嗯 二百七十五ml而已 那大概用到一個半月 那因為它呢 就用小小大概一個大餅的size 那樣的份量 然後起泡去沖就OK的了 那我自己覺得OK好用的 是貴了一些 那所以買完再買 那它呢就已經取代了這個 這個Lush的那隻Bick Shampoo 為什麼呢 因為那隻洗頭水呢 因為它好像海鹽的成份 有時候沖完之後呢 是覺得髮量多了 但是都覺得好像卡住卡住的樣子 但是Wawa這隻就不會 尤其是它所有的成份都是organic的 就是完全是沒有化學物質 那所以我都很推介大家 如果荷包鬆動的話可以試一下它 沐浴露了 我想都不需要多說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哪一隻的 那除了蜜桃味之外呢 那這一隻呢 就是L'Occitane的馬邊草的Xiao Gel 那我自己就 有空就會用一下蜜桃味 那到我自己很想放假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會用馬邊草這隻Xiao Gel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以前去一些resort 去度假的時候 很多時候那些酒店 都是會用L'Occitane的Xiao Gel 來做他們的Amenities 那所以每一次我用這隻Xiao Gel 洗澡的時候 就會想起我去度假 就是陽光與海灘的感覺 那所以呢 有時候我覺得很stressful 很想pamper自己的時候 我就會用它了 那而 剛才所說的 無論是馬邊草 還是蜜桃味 都是一些很夏天 很futty的Xiao Gel 或者沐浴露的味道 那如果去到冬天 或者是現在的年尾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很喜歡用一些 比較有雲呢拿香的一些沐浴露的 那所以呢 今次呢 我也都要推介 都是body shop的 那就是這隻雲呢拿味 我吃雪糕最喜歡就是吃雲呢拿味 然後 嗯 喝咖啡的時候 很喜歡加很多雲呢拿粉 就是在Pacific Coffee的時候 當它們出了的時候呢 我就馬上買來試 試完之後呢 就馬上再買再買再買 超棒 Body shop 你下年一定要再出飯 那這個應該歸納做什麼呢 護膚產品 因為我覺得卸妝是很重要的 也是一些大家見慣見熟 覺得很悶的產品 那就是Bobbi Brown的卸妝油 那也都無需要我多說 那我也是覺得非常之好用 我都會繼續買的 每次sogo感激的時候 我就會入貨的了 那所以大家有興趣的 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我都非常推介 講完卸妝 當然要講一下洗臉的產品 那我其實呢 最近都挺喜歡用這一個 就是too cool for school的 叫做egg mousse soap 那也都是用完了兩瓶了 這一個是他們聖誕版 我也是上年入了很多貨 然後這個就是他平時的樣子 就是這樣 我喜歡他這一個洗臉產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泡泡很實淨 不會說呢 好像一般坊間其他的洗臉泡 那樣呢 就是擠完出來 就好像什麼都沒有 那樣 然後一陣風那樣 洗完就沒有 那這一隻呢 他相對地比較實淨 那所以呢 就是比較bounce 就是有些彈力的 那你洗上臉的時候呢 就不會說 哇 死磨爛磨的臉 那所以其實 對皮膚或者毛孔傷 對壓力少一些 那但他又洗得很乾淨 那所以我自己呢 都買完再買 也都非常推介大家可以試一下 然後就要說一下一些護膚產品 那這個也是大家都見慣不怪的一個產品 就是SK-II的神仙水 那我通常都是會買這些巨型妝那樣 那比較耐用一點 那我都覺得整個SK-II的品牌裡面 我覺得最好用的都是這一支 其他呢 我就用過都覺得 嗯 哇哇 叫做特別值那個價 那但是神仙水呢 我自己是用得幾舒服幾開心的 另外再有 亦都是大家都見慣見熟的 就是NARS Skin的Toner 那NARS呢 其實他們的護膚品 我自己真的覺得幾好用的 那 尤其是他們的Toner 我自己覺得非常保濕 和很乾淨 那我中途都有嘗試 譬如我現在用Benefit那一支 我覺得 啊用極都用不完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用 那所以我想我很快 也都會轉回這一支品牌 那也是推介給大家 同樣地我都會在Sogo 那這支的時候 就會大量入貨 除了NARS Skin之外 我覺得Bobbi Brown 也都是大家會 將所有的質重點都偏重了 在她的化妝產品 那其實他們的護膚品 也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包括了我講的這一支 就叫做 Extra Repair Moisture Cream 那我之前都有提過她的 我覺得很保濕 那而且就不會覺得太過黏 那所以我都幾推介 我自己呢 也都已經用完了 那也都會再買的 另外呢就是Karen's的 這個叫做 他們的收麵 我不知道 收麵產品 對 那大家都知道 我臉包到沒有人有 整個湯圓 那樣的樣子 所以一切那些可以叫做 可以令到變成V殺麵 或者可以收麵的一些產品 我都會幾有興趣試的 那但是我自己就 看不到很明顯的效果 也都不覺得說有特別提升的功效 那所以其實都 辛苦苦用完之後 你問我會不會再買呢 我想就打什麼的了 其實我覺得我這半年都很厲害的 因為真的用了很多東西 那譬如說一些面膜 那我就用了這個Giorgio Armani 叫做Supreme Recovery Bomb 那其實是一個 怎麼說呢 保濕面膜 那又說可以幫你做到這個修復 之類 那很神奇的這樣說 那價錢也都頗貴 我記得都千千香的 那我用完之後 我就不覺得說很神奇的功效 所以你問我會不會再買呢 那應該就不會了 那另外再有一個Mask 就是Fresh的這個叫Honey Mask 那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 就有試過 因為我媽媽也是一個很貪美的女人 那她都很喜歡試不同的護膚品 我記得那時候 她就買了一些瘋狂張回來 自己做DIY來敷面膜 那我看著她呢 嘩 效果一流 那所以當Fresh出了這個叫Honey Mask 我就覺得心大心小也很吸引 所以我買了回來 那價錢是幾貴的 亦是 絕對是接近一千的了 那是耐用的 但是你問我會不會再買呢 嗯 我想就未必了 因為我看到效果 後來都有嘗試再用其他的 譬如我自己DIY一些蜜糖 然後加一些其他天然效果去做的 膚出來的感覺 其實不差得過這件事了 那既然我自己都可以不求人能 那何必要買這麼貴呢 所以這個就未必會再買了 那再有呢 就是Lamay的這隻Eye Concentrate 那以前我一條護膚片裡面有提到 那時候基本上整條拉都是用Lamay的 那但是現在我就慢慢慢慢地轉 譬如有時候我會買到Sunday Riley 也有試過買Lapari 注意此類 所以暫時我也不會再買她的Eye Cream 那至於一個說這麼快我就用完的一個 現在我都很喜歡用的一個護膚產品 就是Sunday Riley的Juno 那它就是一個叫做護膚油 那我就大概一個月左右就用完 那其實它又不太耐用的 不過因為真的覺得太好用了 所以連新都塗了 那所以就變了用得那麼快 那其他那幾支就沒有那麼虛 沒有那麼虛耗的 那anyway 那我自己現在呢 就試著另一支叫做Fora 那但你問我我喜歡哪一支多一點呢 我反而還是喜歡Juno多一點 那所以很快呢 我應該會買這支補貨的了 那同樣 如果你們 因為我知道有幾個美女們 有一天有問到 可不可以拍一條片 可以專門講Sunday Riley的產品 那如果你們都覺得有興趣的話 不妨在comment box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嘗試再做多一點功課 然後拍一個sharing給大家 另外一個我都會推介大家 會買的呢 就是這一支 那Skin Certicles的一個叫做 Polatin CF 我不是很懂得讀的 那anyway 其實就是幫忙可以預防衰老 大家都知道我快40了 那所以呢 一些防衰老 又或者是說 因為它有大量的維他命C和F 那其實是可以幫忙做到美白 或者是防出斑的一個功能 那你問我呢 其實我不是很介意美美白的 但是呢 我挺介意紫外光帶來的傷害 因為其實不單止是變黑那麼簡單 說真的黑點沒所謂 其實很健康的膚色 我們擔心的就是其實是出斑 因為出斑就真的很難遮 而且也都會是令到肌膚更加容易出皺紋 諸如此類 那所以呢 我自己都挺推介這一隻的 那 我用完一支 那也都買了一支新的 也都在我的桌上 我知道大家都很介意我不是看著鏡頭 而經常都看著鏡頭 好像很自暖 其實那個原因是因為我真的 不是很guarantee自己會不會 因為我實在太多情況是會 原來沒有錄到的 那樣 所以我經常都要看著那個紅色燈有沒有著 那希望你們不要介意我 好像很不禮貌 那樣 那接著另外呢 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些PIMER的產品 其實有歐夫了 Anyway 那一些PIMER 我都會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完哪些的 那包括了這一隻YSL的Top Secret 這個是一個舊版 其實我們還有賣的 那貨裝的話呢 那就是有個掃的 那我就覺得那個很難擠出來 那這一隻呢 就是他們的Travel Size 那我覺得Travel Size會好一點 那它就大概是要塗了兩分鐘之後 你才好上妝 如果不是呢 那如果不是呢 就會變成拆膠粒的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要留意 那我會不會再買呢 未必 那我就覺得其實坊間都有很多PIMER 有類似的效果 那我想它都算是先驅的 所以其實當初出的時候就很均動的 那再有呢 它都出了一隻新 即是他們那條LINE 即是Top Secret那條線 那一個系列裡面 都出了一個新產品 就是叫做 Instant Monstrum 那它的好處呢 比這個會再保濕一點點 而且就不用說要等兩分鐘 才好塗其他東西 會變成拆膠粒 那它就沒有了這個 不方便 那但是價錢我覺得挺貴的 在香港買得 400元 那也是那句 在Selvages.com買便宜很多 200多元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 香港很overpriced 所以我不會再在香港的專櫃再買它 嗯 那但是 你問我 好不好用呢 好用的 再有一個呢 就是Steela的One Step Correct 那這個也是一個PIMER 那現在已經擠完了 所以大家就看不到它本身是什麼樣子 那其實它有粉紅色 有粉綠色和粉紫色的樣子 那其實呢 一擠出來就什麼顏色都會有 那所以它就可以幫你做到一個 即時均勻膚色的效果 我自己就會覺得真的挺好用的 那唯一的不方便 就是它需要在網上買 那因為它的專門店 在香港已經撤走了 那專櫃 好掛著Steela Anyway 那我都是推介大家會用的 那我也都自己會再入手 嗯 另外一隻PIMER 就是Benefit的Porefessional 那我都經常會用它 那因為我自己這個T棕位呢 還有這裡下這個叫做什麼 虎口位附近的毛孔 是相對比較粗大的 那當然我用了一些不同的護膚產品 來去改善的狀況 那但是有時候真的想遮遮它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這隻Porefessional是挺幫到手的 那另外一隻呢 那另外一隻呢 就是Mabelin那隻Baby Skin 那但是我發現呢 那越來越少上架那隻產品 那可能太多人知道 其實它的功能很遲 那所以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間 那個平價版就fade out了 那所以我也會偶爾買 Benefit這隻Porefessional 那尤其是它們 常常都會在的圍典膚產品 裡面會包賣比較多 那就會比較便宜 搭儕著很多 說完拍馬當然要講一下粉底 那 首先要提的呢 就是這一支 叫做Bearskin 的pure brightening kosherum foundation 那我應該在... 之前有拍過短片跟大家review過的 那我覺得很好的 用都很追隨這個 給大家 因為它是一個礦物精華粉底 所以如果你皮膚很容易敏感,用它都挺不錯的 我都用完整支,我都會再買 不過我覺得這支粉底相對比較適合夏天使用 冬天我覺得它不夠保濕滋潤 所以我如果再買的話,都要等到明年的夏季 另外這支,我就覺得比較適合冬天使用 講的是這個NARS的Radiance Cream Compact Foundation 它是一個很輕巧的設計 適合我這些喜歡出門口搭車時化妝、補妝的人 它是一個霜狀粉底,造型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隨時換粉芯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有很多支粉底旁身的話 都應該可以頂得住兩三個月 但如果你是天天用的話,我相信它都很快會用完 大概一個多月就應該會用到像我這樣 它的粉感,質感會比較creamy 因為它是一個霜狀粉底 遮瑕度都挺不錯的,我覺得它是由 medium coverage 所以如果臉上一些暗瘡印或斑印 它都可以幫你遮瑕度 但它有一點,我覺得比較我不太滿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的皮膚不是有些顏色上不均勻 而是反過來,如果有些暗粒或爆刷 如果皮膚不是太滑滑滑滑的 你用這個粉底去化妝 就會突顯出這些小瑕疵 所以我的推介就是大家 如果你本身臉滑滑滑滑的,只不過是多了一些色斑 或者是雀斑你想遮蓋的話,用它是非常之不錯 但如果你是油性肌膚,又或者是超乾肌女 然後有很多爆炸位的話 用它反而會突顯了你的皮膚問題 所以都要小心去使用 我自己就未必會再入手買它了 另一系列我用完的粉底就是 就是這支氣墊粉底 氣墊粉底的好處就是方便攜帶 很適合去旅行或者補妝用 但另一個非常之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實在太不耐用了 很快就會用完 你想想,其實我有這麼多粉底 但我都可以用完這麼多 首先講的就是Add to the House 這支最便宜的是它 所以我基本上應該不會再買來用 另外就是Laneige 如果你們有看過我之前 對於氣墊粉底的評比那條短片的話 大家都應該知道我挺喜歡Laneige的BB Cushion 這支就是上年的聖誕妝 我一買就買了四個 我現在就剛剛用完第一盒 還有第二盒我用中 我覺得真的挺好用的 而我也知道它出了一個新的版本 就是一個零型的GENERATION 新的FORMULA 那我就未有機會試 或者各位美女們你試過的話 就可以告訴我你對它的評價是怎樣 歐美品牌當中 我也有試到YSL 以及Bobbi Brown 另外也有試到Dior Dior都還未用完 因為我覺得Dior真的很像Laneige 所以沒有特別常用它 那如果你問我 YSL其實不是不好用的 不過我覺得偏貴 這個價錢我就覺得有一點點 overpriced 就是標價比較貴了一點 那它其實出來的妝感 就比較沒有那麼 好像其他那些氣墊粉底那麼有光澤 那它相對地是一個霧面的粉感 那它它的遮瑕度 就真的一般而已 那所以其實你純粹是想拿它來均能膚色 然後讓它看上去的臉 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 即是怎麼說 精神一點的 那是OK的 那另外當然它的包裝很漂亮 那但是 我自己就覺得幾不值得買 那再有呢 這個呢 就是我相對地 歐美品牌系列比較推介的一隻 氣墊粉底 就是Bobbi Brown 那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我之前經常推介的 Serum Foundation 都是Bobbi Brown的 它們的一個氣墊版 那所以我是挺推介 挺喜歡的 那但是價錢也都是貴了一點 那也都挺不耐用 我想... 嗯... 我相信如果你每天用的話 三至四個星期應該已經會很乾的了 那但是呢 我也不會丟掉這些盒子 因為... 我都說笑啦 我說這些氣墊粉底的好處 就是方便攜帶 以及容易補妝 那其實... 我都在以前一些短片裡面分享過 我是... 會DIY我自己的氣墊粉底的 譬如呢 你就可以將這隻 譬如YSL這個粉盒這麼漂亮 那你就可以... 拿了這個... 這個... 海綿出來 然後呢 就用你的落妝油去洗乾淨它 那然後呢 你就可以攤乾一點點 然後塞進去 然後擠你自己平時用的一些粉底液 那你就可以自製一個... 你... 即是專屬的一個... 氣墊粉底的了 那所以其實呢 大家如果像我那樣用的YSL 覺得那個盒子很漂亮 但是又不捨得丟的話呢 其實真的可以循環再用 講完粉底呢 就講一下粉餅了 那我最近就用完這兩隻 那先講呢 就是這隻 Estee Lauder Double Wear的粉餅 那其實它就有一個是... 我這隻是長方形盒裝的 那其實就是 Moisture Powder Stay In Place Makeup Compact 那它平時呢 就有一個Double Wear系列 就相對地沒有那麼滋潤 那我這隻就是一個滋潤版 或者叫保濕版 那大家都知道Double Wear就出名 就是遮瑕度比較高 那我以往呢 每逢... 就是親戚探訪的前後呢 那我就很流行下巴會... 就是生暗瘡的 那我又忍不住手要... 就是撕的 那大家都知道下巴位置 一吃完東西啊 抹完嘴呢 就已經變形了 那所以一定要補妝 那很多時候用其他的粉餅 即使我很喜歡用都好 它們的遮瑕度都不夠 都是會看到那個暗瘡印 那但是這隻Double Wear的 Moisture Powder呢 就非常之幫到手 因為它的遮瑕度真的是一流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乾肌女 那你可以選擇這隻 Moisture的版本 即滋潤版本 長方形的 那如果你是油性 那你就用回平時那個... 那個系列就可以了 那它的遮瑕度是非常之好 說啦 幸運地外最近那個... 皮膚狀態都叫不錯 就相對地少了些暗粒 那所以暫時呢 就還未使出凍 那但是... 但是... Touchwood說它以後有什麼事的話 那我都會... 記得它是一個遮瑕的好幫手 那再一個我都剛剛用完的 就是Chanel的這隻粉餅 那它的... 全名是法文來的 叫做Vitalumia Etrac 我想是這樣讀吧 那... Anyway 所有讀法文的朋友可以跟證 那我用的就是20號色 叫做Beige Ros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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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那... 相對地叫做Luxury Brand 那... 或者叫High End的品牌呢 那... 它們就很喜歡欠錢的 就是一個就是... 那粉盒要... 那一塊錢 然後粉芯又要一塊錢 那... 那... 那我已經弄爛了那個粉盒了 那... 所以暫時我都不會再買它的粉芯 因為我覺得很不值 Anyway 好不好用呢 其實都ok的 但是用這樣的價錢 我當然對你的Quality是有一定要求 所以我覺得它沒有令我失望 但都沒有驚喜 我未必會再買它 而且我覺得Chanel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們的色號選擇比較有問題 雖然我自己就覺得它接近我的膚色 但是我看到有時候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去選Chanel的粉底色 經常都選不適合的 要麼就太黃 要麼就太粉 所以我覺得 怎麼說呢 如果坊間有這麼多的選擇 不是說粉底不好用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多些選擇的話 其實我覺得Burberry 就是High End的話是Burberry 如果不是呢 其實Chanel也是一個經濟版 就是Burberry 也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我就未必再會入手這支粉餅了 講了Pimer 講了粉底 也講了粉餅 當然要講一下遮瑕膏 我也都最近剛剛用完 Urban Decay這個Nicked Skin的遮瑕膏 會不會再買當然會 大家都記得我是說 基本上可以說是近年來的一個開心大發現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質地 因為它不是太薄 但是又不會厚到現乾紋 是保濕 但是未去到覺得很軟 遮瑕度又非常好 顏色也有很多選擇 所以我都是非常推薦 我自己都會繼續買的 而我今天這個黑眼圈也是靠它遮瑕的 其實我自己就不太聽話的 很多時候你都會知道 在化妝品的背部 或者是瓶底 都會有寫著多少M M就是Stand for 代表月份 即是說這個產品 可以有多少個月的保質期 例如一些粉底 可能是18至24個月 眼影就會長一點 24個月打上 但其實這些粉質的東西 其實你只要保持在乾燥 不受到太陽直接照射的地方 其實它們的保質期可以長很多 但唯一一類化妝品 我一定是開了蓋之後 三個月我馬上扔的就是Mascara 因為摺毛膏本身 大家都知道當然是擦摺毛 摺毛也是最接近我們眼的化妝品 所以很容易就會接觸到細菌 再加上它是一個膏狀 比較相對地比較濕 比較黏的一種產品 是很容易滋身細菌的 所以我是特別介意 摺毛膏的有效期 一個三個月我就馬上扔了 即使我看到它裡面 還看上去很多產品 我都會以話不說 馬上扔掉它 這些基本上有些是過期的 例如這隻TOOFACE的Better Than Sex Mascara 當時買回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全世界 不是全世界 很多歐美一些很受追捧的Youtuber 都讚到它天上有地下毛 所以我就買了回來 我不知道是我的睫毛不爭氣 還是我眼睛不爭氣 總之每次我塗上它 我就會很流眼水 然後我睫毛本來 就已經鉗到它 一塗一塗的時候 一塗完之後馬上扔下來 再加上這個是粉紅色 即是原裝版本 是不防水的 所以當它一塗下去 再加我出眼水 我就變成紅貓眼了 所以我就非常之不喜歡它 用了三四次 我都覺得沒得夠 所以就放到它家裡 就要等了 另外這一隻就是 Many Beauty Volumizing Mascara 這個是當時另一個Youtuber 叫Emily 是一個美國Youtuber 介紹非常之好用 可以增加到整個睫毛的厚重感 不是厚重 就是多了很多睫毛 給予你 COSA是濃密了很多的 但是它也是不防水 我自己一個超級喜歡流眼水的 我有一對超級喜歡流眼水 還有出眼油的眼 所以它也是塗了它 我想大概三四個小時之後 你就會看到紅貓姐姐的出現了 所以我就一般的 還有就是Mascara 這一隻就是Magic Cup 是我去年在杜拜買的 我覺得它是好用的 不過也是那一句 它也是不Waterproof的 所以都是會變成紅貓眼 不過它的持久度 就比剛才Many Beauty那支好一點 五粒、六粒打後 才會化的 但是在我來說也是不合格 再有就是Cucci這一隻 睫毛膏 這個我一定會買一支在看門口 雖然我現在已經直了眼睫毛 但是我通常都會直了睫毛之後 等它掉了一段時間 我就會休息一休息 大概隔兩三個星期 才重新再直眼睫毛 因為我覺得 首先你要讓睫毛自然生長 另外就是等眼睫毛都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逢親在之間 我就會用Cucci這一隻 它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Waterproof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防水防油是效果一漏的 而且它都可以做到農物籤牆的效果 我也蠻推介 雖然就貴了一點 但是有時候效果都真的蠻重要的 另外就是 如果你說Dress Store品牌 我會推介哪一隻 我蠻喜歡Maybelline的這隻 Rocket Wallum Express 我當然買的都是防水版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流眼水了 這個都非常OK 我都會拿它來塗我的睫毛 而且我喜歡它那個 它這個睫毛膏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worm 這個卷 睫毛掃的卷 睫毛掃的掃頭 它不會讓你變成蟑螂腳 所以我覺得都蠻不錯 我都會推介的就是這兩隻 好 那我今天的Beauty Empties 或者叫做空平機 就分享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也都當是2016年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如果你們想繼續看我的短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要點擊你的通知欄 因為很多時候我知道 大家都有訂閱我的頻道 但如果你沒有按到Follow 或者按鈕的話 我有新影片你們未必知道 所以記得有空要留意一下 還有就是記得在我的Facebook 和我的Instagram 我偶爾都會分享一些 不是裝美的一些東西 例如我很喜歡吃 例如我很喜歡旅行 或者是Fashion的一些小小的分享 都是一個交流互動的平台 也都期待大家2017年再見 拜拜